2号下午1点多,南京岳江楼景区的工作人员报警说,他们那里的龙椅被人做坏了,明星赶到现场一看,发现椅子左下方的龙头凋落在地上,而断裂处裸露在外的木头,很是眨眼。 这位王先生就是把龙椅做坏的游客,他说,自己当时自己想,坐上去拍张照,就坏了,而且自己已经坐上去坐上去。 最后,明镜姜王先生和景区负责人一起带回派出所,协商具体赔偿问题,就了解,这把龙椅是仿制故宫的龙椅,红木雕刻,被视为岳江楼的正楼之宝。